今天好像有一個烏龍新聞 說什麼郭董家就是那個上面瀑布 那個不是女的嗎 看到嗎 那應該不是女的家 永樓永樓 不是嘛 不是對不對 郭台銘豪宅經傳頂樓變瀑布 曾欣穎情貨烏龍把氣鎮在花蓮 台灣3號一早發生7年2期的強震 不僅花蓮成了重災區 就連郭董豪宅也傳出頂樓用池 因為強震產變瀑布 郭董夫人曾欣穎和家用街 下午出席供應活動也被問到這一題 不是嗎 不是對不對 但我有聽說我們大樓的教育廳的 就是那個吊燈是掉下來 所以公司沒有游下來 我很節省 早上那一個人在幹嘛 我好怕 我其實整個早上就是心跳不停 所以我就一直在家裡一直深呼吸 我那個時候好像正準備 因為今天早上我兒子學校園優惠 所以我一早要送東西到醫院去 所以我正在洗臉 可是我還是得出去 因為東西都在我這裡 然後我先生就 他本來在睡覺都被震醒 所以我先生就起來就說 你要去哪 我說我要去送到家 他說現在外面一定一團亂 而且一定是塞車 你還要去我家 我家很可怕耶 我家的畫全部都掉下來 酒 然後酒杯 只要是玻璃的東西 幾乎一半都睡了 所以還掉了一瓶威士忌 對掉了高粱 全家都是酒精味 玻璃四碎滿地這樣子 畫是很貴的畫 蛤 蛤 汪小胚搬走 你扯到汪小胚喔 沒有沒有沒有 OK的 OK的 因為我家在16樓 就晃得很嚴重這樣子 其實真的滿可怕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921 921的時候我在國外 所以這是我人生經歷過最大的 其實真的是金魂未定 花蓮的狀況比較嚴重 基金會的部分 就是你們各自的基金會 會有要去正在的進化之類 我的協會的部分 並沒有辦法 之前募的錢是轉款轉向 所以沒有辦法這樣子我用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還沒有辦法 那我剛在來到現場的時候 也看到好像已經有上網 對不對 那其實真的很心疼 我們基金會我想會適時的 看可以怎麼協助 我覺得這一部分是沒有問題的